大家好,我是馬友 任何人在任何時候,任何的日子收到花都是很開心的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花的威力實在太大了 我想說我差不多幾乎每一天都是有帶我的相機出去打算拍vlog 很漂亮呀,很漂亮呀,神經病呀 但當我一想拿出來拍的時候就唉,我沒有心情 一想拿出來的時候就唉,我沒有心情 Hello,我最愛的subscribers,你們好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6月17號就是我小弟的生人 剛剛就過了我的生日 我本身呢,想著這個6月拍一個birthday vlog 即是6月裡面會發生所有跟我生日慶祝的片段 都拍下來一點點給大家看一下 記錄下來,自己都可以記得 我拍了一點點,好像只是拍了一天而已 待會後面報給大家看 那因為呢,前幾天的心情就不是那麼好 因為呢,得知我一個朋友不太舒服 所以我生日vlog的這個計劃就暫停了 可能呢,要去到下年2020年呢 2020年呢 再拍給大家看 那但是呢,我今早起床的時候呢 就看到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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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我就看到很多朋友送了很多花來 我完全覺得我自己 好像大家當作是一個女生 因為呢,我一向都覺得呢 花的威力實在太大了 任何人在任何時候,任何的日子 收到花呢,都是很開心的 那但是當我今早起床 讓我爸爸把那些花 噗噗噗噗的排在那裡 我就覺得,哇,好漂亮啊 那我就想拍一個很輕鬆的片給大家啦 大家不介意嘛 今年沒有birthday vlog 讓大家欣賞一下那些花 好嗎 我想說我最愛的花種呢 是 收球 還有玫瑰 那其實今年生日呢 都沒有一個特別點的慶祝的 都是朋友啦 就在我正日生日那天呢 就安排了一個surprise的晚餐給我啦 很開心啦 很好玩啦 就是大家可能看我的影片 可能我平時見很多朋友啦 但其實呢,我是一個 很差 去keep in touch的人 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 那我自己都很開心啦 可以去買一班朋友一起見 因為平時都不是說很多機會 可以經常見到大家 真心開心的 還有我是一個 都是這句啦 有看我的Q&A的朋友啦 我都有說到 其實我是一個 不喝酒的人 但是我昨天有喝酒啊 我還喝到溫溫的 我從喝醉到 踩住了在我朋友的車上 Oopsie Sorry 我的生日vlog呢 就明年再補給大家啦 好嗎 還有呢,我很想分享其中一份生日禮物 因為這份生日禮物呢 你們將會在影片裡面 經常看到的 因為你們經常看到我才會分享 其他的我就不跟大家分享啦 但是呢,這份禮物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呢 我的影片裡面呢 就是經常都會有不同的 畫啊 藝術品啊 資料在後面出現啦 其實這些全部的藝術品呢 都是一個我 好好好好的朋友呢 送給我的 那今年呢 他在我生日的時候呢 都送了一幅 那些叫什麼呢? 不是畫 藝術品 我也不知道 待會給大家看 但我看到的時候呢 我是 這樣喊出來的 因為真的很漂亮啊 我現在拿去選擇吧 就是這個啦 大家看到嗎 我也不知道它叫畫 還是藝術品 應該叫藝術品 很漂亮啊 但是大家看到呢 在那個reflection裡面呢 才是那幅畫的正面來的 那它呢 就是來自於 日本的一個藝術家 叫做 マコトタニクチ 中文叫做 谷口真人 我上一條影片也有說到啦 接下來應該會搬屋啦 所以搬屋的時候呢 都會 搬它過去 給大家再欣賞一下 大家看到嗎 哎呀 好重的 放下 這一幅畫 將會在很多我的影片後面都出現 所以告訴大家 嗯 開心 我這個朋友送給我的畫呢 全部都是很配合我家的風格 還有 都是我喜歡的東西 你看這個 有一個米奇老鼠胸部的 瑪莉檸檬佬 多合襯我 沒錯啦 今天這條影片都是非常輕鬆 很隨便 那就 答應大家 下年毫無意外補回一個 生日的vlog給你 好嗎 希望大家開心啦 接下來我的頻道都會有很多精彩的影片給大家看的 如果大家還沒訂閱的話 記得在下面訂閱了 如果還沒加入這個按摩士同學會的朋友 都可以快點在下面按連結 加入按摩士同學會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拜拜 我想說我差不多幾乎每一天 都是有帶我的相機出去拍vlog 但當我一想拿出來拍的時候 唉...我沒有心情 一想拿出來的時候 唉...我沒有心情 哇...很漂亮 到時候就幫你分享 要幫你拍照 那我給你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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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啊 謝謝啊 唉... 真的這樣 嘖 嘖